哥哥孙的感情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那种 不会太善于去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就一起成长的那种感情 两个人在过于生死之后 然后两个人的感情都会再次生了 换那些真情 他们两个都是这样子 我的天哪 那太暖了 暖到热爆炸了 可能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冷冰冰的 像个石头一样 感觉很容易就会被他的绷毛给伤到 但实际你跟他相处久了 一旦这个人认定你之后 他就会用属于他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可能有一点憨 但是又很可爱 又会有这种安全感 他就是全身心地去为你着想 我们之间不需要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此生的问题 我也是 天还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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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 会有一个二十二岁的男生接住我 然后想让自己一直都stay in 就是一直都保持的就是 笋的那个状态 那个 那个状态 天天这样 告诉我 跟长哥在一块儿一起有蛮多有意思的 我现在要期待中 有时候两个人就很认真的在那儿 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是搞事业 谈真诚 我说也就是前堂一言 后波乱跳 没有说也挺有志的 可以再飙起来的啊 挺开心的 每分都挺开心的 然后他自己也是在选择活力能打的 嗯 李长哥如果有他的那一面 也挺可爱的 特别能关心他 虽然他是站着说什么在巡逻啊 在看人啊 在清典啊 准备要干嘛干嘛的 但是他一直都会 我会以这种借口来偷偷看他 孙最长的感情都是后知后觉的 认识 比如他每次 总是不自觉地去纠缠 还有包括他中箭的时候 我就是看着他就觉得 哇这个人不能死 就是他陪我走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他现在死掉了以后怎么办 有现在的人在怀疑 孙到底是不是装呢 他到底有没有心 你娘娘第一次见我 这个他留个好意义 其实我就挺甜的 他自己也没关系 不是太差了 不是太厉害了 还没关系 我在外国是藏人 还没关系 是嫁的 是那么不错 是那么不错 在家里行 怎么会 我会也能分够